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实的大学生活总和想象中的 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我以为每天可以享受悠闲的早晨 但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我以为每天可以美美的出门 后来才知道学画画的女生是没办法干干净净的走出画室的 哎呦我不路我就要回家 包酒菜瞎人了啦 我以为不会骑车也没关系啊 哦好吧 每一个这大人都会遇到两个问题 到这大来做什么 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起初我觉得这是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成为自己喜欢的人呢 来到这大之前 我脑海中的人生很明确 可是现在却一点点发现 人生原来有无数种可能 原来头脑中自认为很大的世界 其实那么的狭小 我也从未想过 自己的生活可以这样多惨 我深深深呼吸 自己做了决定 我 每条你最熟悉的城市 把梦中 在这里我睁大了眼睛 这大很大 大到能让你看到自己有多么渺小 当你想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大树下的草地 我想自己很迟地去 你和我一来打击 做快乐的女生 我做我自己 我用的身长浪的明天 我用相机盼下了慢慢的纪念 是想陪我一起耀眼 将失眠 青春也为我写下美好的一页 一转眼 大一的生活就要过去了 我还是那个一笑起来就收不住的姑娘 还是没有学会骑车 身高 还是没有突破160 还是没有想清楚那两个问题的答案 还是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 可是那又怎样 进入大学的时间里 我将图书馆里的那些文字和图画 一点点装进自己的脑袋 我拥有了一群志同道合 可以一起谈天说地的好朋友 祝福到的十六岁生日快乐 在这里 我都会跟在于他家的生命 我从紧张的面试者 变成了现在的面试官 我不断地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努力地去找寻自己真正喜欢和热爱的东西 脚小的女生也可以走出大大的世界 小小的女生也会拥有大大的梦想 来这大 遇见一个全新的自己 这大给你的会比你想象的更多 世界再大也大不过我三十五码半的脚步 因为我可以用一辈子去走完它 这大很大 我相信这里的时光会把我变得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